为了避免宝贵的口传故事 以及传统智慧 随着其劳的离去而消逝 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学会 再度推出第二套儿童文学有声书 由作者亲自录音 呈现丰富的语言风貌 读者可以扫描书上的QR Code 连接音档增加阅读乐趣 作者毕竟是来自各地 对 他有他们的口音 所以我们就可以听到说 哇 原来巴沙瓦丽他们的口音 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巴雷哨的他们的口音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作者 能够自己录自己所写的文章 其实这样才更有感觉 第二套儿童文学 族语有声书推出 将成为家庭或校园 传承语言的工具书 阿美族语言永续发展学会指出 族语文字化也是未来的语言振兴趋势 透过这个知识来描述 现在的生活跟未来的生活 那有效的让我们的语言 不是过去落后的 而是现在未来的语言 所以族语文字化另外一方面 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 让它常态化 有更多的人使用族语文字 在出版上面 或是在社群媒体上面 或是在LINE上面的应用 这时候我们其实 比较更可能能够达到 我们族语振兴的目标 我们的民族教育 其实是应该广泛的为所有的人 那这个以前我们也有讨论过 那我们也一直努力在这个方向 理事长喜福提到 学会今年定调为 阿美族语文字年 预计将会规划书写系统整合 举办文学奖 并且培育 族语书写人才等三大主轴 来加强足以永续的力道 原事新闻 在Lobbeats华林市采访报导 阿美族语文字迟